Elsa 其ат的 白总道士 快留死出植 如今我已突破大城之境 consig 是我坠卷擦骨妖怪 小白老贼 滚出来 不然我就把你的奴隶全都杀过 妹妹 要不还是算了吧 恩公已经放过你好几百次了 你不要再 废话少说 怀走你的仇 我今天一定要报 我还以为上次一笔 营养伤怎么也得花为一年半载的 不错不错 笨蛋的恢复作品 果然易于常理 你才笨蛋呢 你全家都是笨蛋 黑白老贼 你也就趁现在嘴硬一下了 是吗 这次 你想怎么玩 玩 我竟然能玩死你 死吧 说了多少次呢 怎么可能 冲动的性子不改 你永远都赢不了我 所谓破绽 便是如此 嫂哥 我不开了 恩公 你没事吧 多怪我 没有劝住玄疆 你不要怪他好不好 没事 我也只是打晕了他而已 不会有大碍的 一招便击败了大成竞的巨龙 不愧是先尊啊 方才先尊所用的招式 莫不是那定封剑法 什么 定封剑法 莫非先尊已入化际 先尊好厉害啊 先尊好强啊 行了行了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举手之劳 那什么时候能老奖您抬抬手 把快递给送了呀 快递 李献尊 我明明是看你可怜 才允许你留下来兼职送快递 赚生活费的 结果你倒好 上班时间 蹲在这里摸鱼 老 老板 献尊好厉害 赶紧给我去送快递 不然 这个月的奖金全扣了 啊 还没来得及吃饭呢 阿尊啊 大中午的还去送快递啊 没办法 穷嘛 可何况 还有个猪八皮 摸个鱼都不准 我叫李献尊 本是个普通世界里的 普通穷人 结果十年前 对小厂突然开始灵气复苏 一时间 买世界都是修剑长 当然 偷了我 很遗憾 你并不具备修剑者的资质 啊 测了无数次灵力 每次的结果都表明 我是个无法改制灵气的废柴 我也就只能 在那款单机游戏里 体验一下当大佬的快感了 啊 不过嘛 知足者常乐 现在这样平凡的生活 其实也挺好的 糟了 东西不会摔坏了吧 活蛋 这一看就是我买不起的东西 两个没法赔啊 又是被投诉 这个月就白干了 赶紧看看 是哪儿的人家 先送过去 赔一道歉 嗯 珠 珠阳路 哇 这里可真难找啊 不过 这种房子 真的有人住吗 这就不行了吗 我连三分宝都不到呢 哎 最近这些食物 真是越来越差劲 灵力少得可怜 真怀念以前在仙界的时光 那种被灵力填满的感觉 光是回想起来 身体就像烧着了一把 是谁都行 赶紧来个灵力充盈的家户 喂饱我吧 请问 有人在家吗 人家才刚说完 马上就有食物送上门了吗 真希望这次 来的是个灵力充盈的家伙 可以让我好好享受一下 让我来测一下 你的体内究竟有多少美味的灵力呢 对 长 长 再多些 再多些 什么 居然有此等充盈的灵力 怎么会这样 灵天一啊 啊 什么声音啊 灵天已经只是检测一下修为就碎了 不可能 这般强大的灵力 若非先尊境界之上的强者 却不可能做到 莫不是事情败露 引来了某位强者大能 不会错的 神情严肃 举之谨慎 究竟何处露了马脚 竟招惹了这等麻烦 不 不行 正面冲突 等于自寻死路 偷袭 下骨 逃跑 怎么样都好 得动起来 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否则我会死 这门没锁 有人在家吗 那为什么不出声 糟了 他发现我了 我明明已经屏住气息了才是 这 这究竟是何等的感知力 不行了 在这种高手面前 斩货桃 都是死路一条 算了 快递丢屋里 然后留个联系方式就闪 到时候赔多少 只能认了 不要 不要进来 我求定了大龙 你好 你不要进来 队长 排查工作已就绪 结果如何 别墅内的灵力波长 和目标一致 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资料上的药物 不顾 在五分钟前 有个西风宿地的快递员 进入了目标地点 经检测 其应该市民普通市民 是否进行突击 不 这案子我们跟了很久 却不能出任何差子 这一次 我亲自出马 小姐 小姐 你在哪里呀 我真的就是个送快递的 没有冒犯的意思 你 你是生气了吗 我真的是 不小心才把你的快递打碎的 这事虽然说小不小 但说大也不大 何必搞得不开心呢 你看我 就一届卑微打工人 你赶紧出来得了 我处理完这事 还有好多工作要忙呢 打工人 处理 怪我 都怪我 看来自己真的太嚣张了 远了不知何处的高人 这般强者 也只是打手 小姐 在这儿吗 不知我今天真的再见难逃 小姐 你在这儿吗 奇怪 方才的享受 确实是从这里传来的呀 还是说 在这里 完蛋了 又被发现了 小姐 你没事跑这儿来干嘛呀 没地方跑了 这些玩完了 真的要出事了 我会死 真的会死 谁都行 这些来个人 救救我 烟雾带谁叫了 出击 开始 已经进入目标区域三楼 C队开始探索 防地安全 防地安全 这里是眼下 未发现妻子确的踪迹 他应该还在里面 四楼也已经空 规范的目标 地下是发现弱干人类尸体 遭遇少量敌方生物 作战开始 收到 各单位继续前进 A小队 随我来 正面突破 是 报告 二楼遭遇大量小失诱 正在见面 一楼大门没有锁 门在安全 二楼三楼 继续搜索 同时经历火力清除 金龙随我进门 接下来 至今待不进 都精神力 是 这是什么情况 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 我就送过快递 怎么感觉 命都快送进去了 不过的话一定会被发现 还是先回屋里躲着吧 我说大哥 你不是才刚走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看来只有这个桌子可以躲了 希望他们不要进来 我明白了 这家伙很清楚我躲在这里 直到沙文只在弹指尖 反而一直在拿我取乐 偏偏这时候赤龙小队也交和进来 现在已经是进退为谷的境地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 该死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豁出去了 为了生存 别怪我不择手段 小子 我绝不会死在你手里 什么 你不想信了我 但我绝不会坐以待毙 来了 好 出其不意地逃出来了 接下来 是龙小队 我投降 快带我走 什么鬼 我可不是炸祥这头 大姐 饶命啊 我是认真的 我要投降 快来吧 靠着我 帮我管前二无天日的地牢 日复一日的拷打 你以为 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留我一命 便让那个二龙的变态杀了我 你想知道我的秘密也好 还是组织的信息 我都告诉你 变态 哪里来的怪物 这鬼地方 怎么这么邪门 队长 这人应该是之前简报里提到的那个快递员 确定吗 不会错的 灵力探测器 对他毫无反应 说明他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 怎么可能 你们的检测器 肯定有问题 他怎么会是普通人 快带我走 别让他看到我 为此我什么都愿意说 你不是想知道组织的秘密吗 我说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受到了先知的指引 他要我们寻找 万事之宝 万事之宝 居然能把蜘蛛精逼迫到如此程度 真该夸赞下而当 但 无辈的耐心也差不多耗尽了 这一次不会让你再跑掉了李显尊 在下鬼道人 记住这个名号吗 因为 我将是你们 赤龙小队的送葬者 金冲状 哦 居然能接下来 年纪轻轻就有这等修为 不错 难对接受了众人伺服的五白术啊 糟了 看样子 这个女特工要顶不住了 她要是完了 我和剩下那些特工都得死 这颗杂账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抖定那个怪人 德方妖逆 应该再往一起翻门弄 你死了 不 不可能 只靠神石毒气 救助那个江湖 击脱了主人的字符 这是何等行为 独自跑步的灵力 与大成剑 不 只收拾雷接近的大脑 我都知之间会投降 这等强大的存在 为何之前我都未能察觉 你就只差一点了 可恶 妈妈 没想到尔等居然有如此高手助阵 是无疏忽了 糟了 他想跑 不要得意 赤龙小队 下次 我定会去尔等狗头 队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通知夜营 转变目标 全程搜索方才出现的灵力波动 其他人立即跟我来 必须趁他现在受伤时抓捕 否则后患无穷 是 行动 是 有没有搞错 又是怪物又是枪战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 只是送个快递而已啊 看来不管在哪里 你都是个大忙人啊 不过 这一次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立宪尊 抱歉 转道给跑了 您放心 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 那个道士的身份了 十天之内肯定 什么 封锁城市 我知道上面的压力 但 好 五天内一定给您答复 如果做不到 就听您的 这些信息一点用都没有 五天内怎么可能找得到人 封锁城市 说得轻松 这又不是普通的逃犯 万一狗鸡跳墙 嗯 等等 如果那女人没说谎 那道士逃之前 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 你们的检测器肯定有问题 她绝对不是普通人 居然有这等高手助阵 这次是无疏忽了 王命述 灵溪修仙办事处的负责人 接到这条线来 对 就现在 我要他们帮我办理一些手续 天亮前必须全部完成 在这条线里的负责人 在这条线里的负责人 位置 在这条线里的负责人